Python 主要就是可以讓你存放大量的資料 有點像是如果理解上可以把它當成類似像Excel Excel 裡面的這個什麼呢 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然後你可以整列 整籃有沒有 你可以放個清單 那在那個Excel 裡面可以看得到 可以放資料很方便 但問題在Python 裡面沒有Excel 所以怎麼辦呢 裡面就是 差別是說Excel 看得到 那List 是看不到的 放哪裡放記憶體裡面 變成說有些地方會比較抽象一點點 如果你有時候沒辦法理解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所以我習慣用什麼 用Excel來類比 其實它道理都差不多 就是怎麼樣 你要放資料的地方 那跟Excel有一點類似的地方 它裡面放的有沒有 像Excel 初春歌裡面 你也可以同時放文字 下一個儲存格 你也可以放數字 可以放日期 可以放不同的資料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放的儲存格 跟那個List 的概念有點類似 這跟大數據 也是相可以銜接 因為大數據有個概念 它那個資料可變性非常大 也就是資料來源不定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是文字是數字是什麼 如果說我今天像以前的傳統的 什麼傳統的設計工具 像Java 它如果宣告它是什麼 它就是什麼的 那如果說它今天來了一個 不是那個型態的資料 那怎麼辦 那就錯了 不然的話 要轉型才放進去 那很麻煩嗎 OK 所以基本上 它主要是要符合什麼 符合那個大數據分析 的這種應用 所以會有這種可變性的部分 另外的話 串列裡面有哪一些方法 特別是比較常用的 像我們之前呢 有用到的一個叫什麼 Append 那各位有沒有 Append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那就是用Append 所以你必須什麼 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中國阿虎 然後用Append 把資料放進去 其他的話 還有哪一些比較常用 LEN 這個跟什麼 跟那個 Excel裡面有點像 不過 在Excel裡面 LEN是算那個裡面有幾個字 但這邊的話是裡面 什麼 總共的數量 總共幾個數量 OK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的那個 1到12月份的那個部分有沒有 那回來就13 23呢 因為前面有個空字串 12個月份的英文 再加一個空的 所以13 LEN 然後mini是最小 Mass是最大 Index是索引值 Cons是說裡面出現的次數 那這個Cons 那這個Cons 有點像那個Excel裡面的Cons Cons 其他的話 Insert Pub等等 這些還有排序 那還有就是取哪一個到哪一個等等的 這些我想請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用一些實際的案例 讓各位了解 怎麼去使用this 首先第一個 我們這邊有個範例 你就是我要輸入成績 那輸入成績的話呢 比如說我就 執行完之後 然後一直不亂輸入 輸入到 當我輸入是-1的時候 然後呢 就離開這個程式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地方呢 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畫圍圈 然後畫圍圈裡面呢 如果當if 當輸入的那個值 假如是-1的話 那就break 那break之後的話呢 告訴我說呢 我輸入的這些資料裡面 到底有幾個學生 然後呢 總共總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如果我今天想要顯示是底下的狀態 所以總共會需要 把上面的輸入結果 幫我計算出裡面有幾個 所以特別是說 裡面有幾個的話就用len 然後呢 加總的話就用上 有沒有 然後呢 平均的話當然呢 在esale裡面有average 不過喔 那個python裡面 沒有這個函數 沒有average 那怎麼辦 相加除以3 比較好 但是會有小數點 我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第二位的話呢 就是什麼 大瓜 用formate 還記得吧 大瓜虎 冒號 點2f 有沒有 就可以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怎麼做 我先demo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寫一個這個詞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啦 只是說 要把這些全部拼湊在一起 其實也比較難一點的地方 首先呢 輸入成績 我覺得隨便輸入 89 87 84 82 -1 好 我輸入四個對不對 然後enter 總共輸入四個 然後呢 本班的總成績 平均成績 OK 是這樣子 該怎麼做 OK 待會兒我們來看 我在講這之前 最近剛好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考完之後 就算成績 那一般習慣這樣吧 我會把它成績算 而且我的規定非常清楚 就是 什麼分數 什麼分數 什麼四個成績 最後是它的總成績 然後我還會先讓學生先看一下 這個成績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趕快講 不然的話送出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修改 因為它修改要開會的 很嚴重的是 然後 我想大會應該同學都沒有問題 結果就真的有個同學 他五六分 五六分呢 他就會 傳訊息跟我講說 老師可以問一下很禮貌的吧 為什麼 我跟他講說 因為我一查 你什麼缺席次數太多 你其中考試零分 那你這樣一定不及格 我說 他說謝謝 好老師我知道了 我以後會努力 然後後面又加一句什麼 可是我爸爸如果知道的話 一定會打斷我的狗腿的 我想說會出人命嗎 然後說 後面他就開始求情了 然後就開始又傳了一個說 他最近怎麼出車禍的診斷證明書啊 怎麼怎麼樣啊 然後就裝可憐 然後 他一直 所以 這實在讓我很頭痛 所以這件事情 我一直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再幫他加一點分數 讓他可以及格 要是各位的話 會願意幫他加分嗎 再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把剛剛的這種需求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python程式 但第一個 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不斷輸入資料 直到輸入-1 就離開 所以第一個需求是什麼 不斷的 所以不斷的話 那回圈嘛 那回圈一定是什麼 畫我一冒號 有沒有 所以以後啊 像我的習慣 反正我只要看到那個需求是 不知道幾個的話 那就畫我一冒號就對了 然後面的話 記得一定畫我一冒號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break if什麼 if輸入那個資料的變數 它裡面放的是-1 那記得就要break 就這樣而已 再來思考說呢 我要怎麼樣把上面這些東西 把它放到一個地方 放到一個什麼地方呢 那基本上 只能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宣告個變數 叫做什麼 score這個變數 那它的出值就是什麼 空的清單 也就是裡面沒有放任何清單 那後面如果我要把它放進去的話 必須配合一個方法 叫append有沒有 就剛剛看到點append 就是把輸入那個資料 放在append的括弧裡面 就把它放到這個串列裡面去的 所以第一個 那第二個 因為我們後面會需要計算它的加總 所以一個total的一個出值 然後另外的話 insgo 那這個insgo的話 就是我輸入資料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insgo的變數 所以上面的話 基本上會有這上面三個出值的變數 名稱也許不一定要取這個 再來的話 file file這邊的話 當然我可以畫一帽號 或者是說 我可以把file file 後面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就是 如果insgo 假如不等於-1的話 ok 或者你也可以寫在裡面 沒關係 file 這個條件 如果不等於的話 或者等於-1的話 那就break 如果不等於else 你就輸入 也可以啦 敘述方法很多 那如果我今天呢 是insgo 假如它輸入的資料 假如第一個 如果不等於-1的狀況下 就做輸入資料的動作 如果等於-1當然就離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怎麼樣呢 我們就讓那個使用者輸入資料 所以第一個我先輸入89 的文字 那 evile就是把這個拿掉 所以變89 把89分呢 放到insgo 對不對 放過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把這個insgo裡面的資料 放到那個什麼sgo裡面 就是append 所以底下這一行 sgo.append 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89分 放到這個sgo裡面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放進去append的話呢 那就是中國阿虎 89分 中國阿虎 第一個成績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就是讓他的 繼續 所以特別注意喔 輸入一個之後 再回來 是不是-1 不是嘛 不是的話呢 那就輸入87分 87分再繼續輸入 84 82 直到我輸入-1之後的話呢 那就什麼 就離開了 OK 不過底下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總共幾個 跟總分還有平均 那我這底下先不要輸入 也許喔 我們先第一階段先到這裡 只是把資料先放進去 那我們呢 不用急著計算底下 我們可以先做一件事 什麼呢 print print什麼呢 請你把scope先print出來 OK 這邊執行一下 OK 我們後面先不要亂 比如說89分 84分 87分 85分 -1好了 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邊的結果有沒有 欸 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上面的所有的成績轉型之後放進來 但是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欸 這裡 如果輸入-1的話 那他會有一個狀況喔 怎麼了 他就直接把-1也放進去 所以如果多一個-1的話 那當然喔 將來你就要避開-1 做計算 所以喔 這有沒有辦法 不要讓富裕放進去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將來再做 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這一段程式的話 雲端上也有喔 請各位參考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